我觉得我们俩的美好回忆 已经被那些不美好的事了磨光了 我感觉我现在对他真的就是 失望透顶的状态了 懂吗 就是 就所有的感情在一点点争吵 一点点第三个人的介入的情况下已经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会分手 为什么会分手 说了 说了是你误会了吗 我跟小雅她就只是普通的高中同学 不是咱俩在一块两年一次是误会 两次是误会 都误会吗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小雅是谁吗 小雅就我一高中同学 然后关系比较好 平时有聊天 有吃饭什么的 不是关系好就好到我过生日 她分手了你去陪她是吗 不敢回答 有时一年少想 真的我再也不想咱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有第三个人的存在了 你明白吗 我说起这个我其实 我其实知道你 这一次分手是真的认真的 也能猜到你是因为小雅 所以在来之前我已经把小雅删掉了 不信你看 不可是你每次都这么说 但你之后还不是去陪她吗 我保证这次真的是不会再跟她联系了 家里人都在等着我去你回家呢 你才是我想一直走下去的人 我们和好可以 但是和好之前 我想验证个东西 你查 都已经删掉了 你不是说想去迪士尼吗 我买了两张票 我们周末一起过去 以前是我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你才是我想走一辈子的人 不是这就是你说的想走一辈子吗 什么情况 我忘记筛了 你得相信我 我真的是忘记筛了这个 真的忘记了吗 我真的我本来都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了 你知道吗 但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真的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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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